穿成末世破纹女主的姐姐 我在男主门把本该强大 却被洗脑成吐丝花的女主灵涅之前 先将她拯救 再教她强大 错的不是她 而是这个世界 觉醒后的女主不可一世 将所有想对她头脉不轨的人打败 然后她淡然擦去脸庞的鲜血 转身对我露出可爱又甜美的笑容 姐姐 我做得好不好 可以奖励一个亲亲吗 我哭死 真的 我真不该大半夜不睡觉 窝在被窝里看破纹的 我竟然穿进来了 世界里痛闻我 普通直接痛死 这是本末世破纹 女主从小失去了亲妈 还被迫在亲妈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 接受了后妈 俗话说的好 有了后妈就有后爸 更何况她的后妈 还带来一个比她更优秀的姐姐 从那以后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她姐姐身上 女主变得敏感脆弱又自卑 一直到末世的降临 突如其来的丧尸狂潮 席卷了世界各地 一时之间人间如同炼狱 但很快就有了异能者的觉醒 异能者们仗着强大的能力 建立自己的国度 本来仅仅有条的社会 又变回古老的奴隶制度 拥有异能的人主宰了一切 鞭配流离之中的女主 失去了所有亲人 只能和姐姐相依为命 却不想自己悄然觉醒了异能 姐姐比她先一步发现了这件事 毫不犹豫地 将她献给了这片区域的主宰者 异能者之间会互相抢夺地盘 女主没过多久便逃了出来 但新来的主宰者 发现了她的异能和独特体制 她和女主姐姐联合 抓回了逃跑的女主 把女主当作出自己强大的卢顶 之后便是女主被各种强制 酱酱酱酱酱 被抢过来抢过去 最后心灰意冷 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异能者们可没想着放过她 他们把女主变成了丧尸 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失去思想 供他们享乐的器具 我不知道这种极端媚男和艳女的垃圾 是怎么写出来的 只记得当自己打开评论区疯狂输出时 耳边突然传来嗡鸣声 眼前的文字发出一道刺眼的光芒 随后便失去了意识 再醒来时 胡川输了 坏消息 胡川成了女主后妈带来的姐姐 好消息 现在的时间节点 才到我第一次见到女主那天 既然让我穿进来了 那我可一定不会做出伤害女主的那些事 昨天女主才经历了丧母之痛 我是肯定不会在现在见她的 于是我低下头 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冰冷的水池之中 这副身子毛病是真的多 也是真的弱 我昏迷了整整三天才醒来 一睁眼 并看见了一位美艳的妇人 曼曼 你没事了吧 还能说话吗 妇人过来抓住我的手 满脸担忧 我没事 听到我发出正常的声音 妇人一下子安心下来 准确来说 是瞬间变得冷漠 她离了李尔边的头发 又对着镜子补了点粉 才舍得分出一个眼神给我 一会 你剪叔叔来了 记得装惨一点 这样她才会心疼你 看着她自信的样子 我只觉得好笑 没错 她就是女主的后妈 也就是我的亲妈 陈山 她可以说是 造成女主悲惨童年的罪魁祸首 我是同犯 陈山最在意的 就是我的嗓子 只因我现在是个正当红的歌手 能为她带来利益 我这边还带想着怎么整她 这又听她开口了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怎么偏偏选这个时间病了 明明前几天 我就能羞辱那小剑蹄子的 陈山确认好自己的妆容和状态 挖了我一眼 不争气的东西 她话音还未落 并房的门被打开了 一个陌生的男人走了进来 手里 凯琳的价值不菲的补品 小曼啊 听说你病了 现在好些了吗 这应该就是女主她爹了 看着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大叔 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陈山正用威胁的眼光看我 只要我说错的话 她仿佛就要扒了我一层皮 谢谢简叔叔 我已经没事了 我只是简单做了回应 无视掉陈山脸上的不快 简叔叔点了点头 把手里的东西放下 然后对着门口唤了一声 软软 还不进来看看你姐姐 我心里大惊 慌乱的看向门口 怎么这么快就要见到女主了 只见一个穿着高中校服 身材有些轻瘦的女生走了进来 她还未有什么动作 便引起了简叔叔的不满 傻处着干什么 还不叫人 人士女生只能怯生生的走到我跟前 叫一声姐姐好 看双眼有些红肿 还带着黑眼圈 一看就是伤心过度没休息好 我正义说些什么 陈山上前打断 你好啊 暖暖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不用那么规矩 你姐姐嗓子金贵 就别让她说话了 说完她又转头 对着不悦的简叔叔 我们让孩子自己待着熟悉熟悉 陈山跨着简叔叔的手臂 走出了病房 房间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 我抬头看她 却被避开了目光 眼前的女孩带着一丝倔强 想要离开 我赶忙开口 你好 我是曼曼 我知道你现在很不高兴 但我没有恶意 我很喜欢你 你能留下来陪我说说话吗 女孩停下了脚步 转身疑惑地看我 见我确实没有恶意 便折返了回来 我知道她会心软的 更何况我缓冲了 她失去母亲的痛苦 她现在对我应该 没那么大的恶意 人如其名 她的这份心软 让她这辈子吃了很多苦头 但现在如果来了 我不会再让她吃那些苦 简软软在床边坐下 用探究的目光看了我许久 我坦然面对 我以为你也不喜欢我 简软软突然出声 语气很悲伤 她前不久才失去了母亲 现在又要被迫接受 登堂入室的后妈和她的孩子 换成任何一个人 心里都不会好受 但她现在在在意我对她的看法 她果然很心软 也许也是因为我生了病 于是我唐突的握住她的手 不会 我很喜欢你 女孩的眼里闪了些泪光 然后露出了见面以来的 第一个笑容 谢谢你 痊愈之后 我便搬进了简家 还被带着改了姓 现在我也姓简 本以为简软软会心里不舒服 但她平静的接受了我 是的没错 只接受了我 陈珊跟她说话 她从不回应 气得简叔叔 说叫了她好几遍 然后她便会一个人 躲在秘密基地闷闷不乐 但今天她看见我出现在阁楼时 还是不可避免的震惊了一下 我正摆弄着手里的粉色郁金香种子 准备把它栽进花盆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没有回头 只是开口回答了她的话 我找不到你 就猜想你或许在这 所以我就来了 我不知道简软软是什么表情 气氛很安静 过了很久 她有些颤抖的声音响起 你找我 对 我很担心你 拯救一个屈爱的孩子 最简单的方式便是在意她 担心她 把爱都给她 我转过身 看见简软软的脸颊有些红肿 我禁不知道简叔叔拔了她 一时有些着急 我赶忙上前 想要抓她的手 去给她冰敷 却被反握住了 你为什么担心我 眼前娇小的少女眼里 带着坚强和倔强 她用浑身的刺来保护自己 其实她也很脆弱 很柔软 不叹了口气 我说过的 因为我很喜欢你 所以现在跟我走 我们去冰敷 不能就这样放着你的脸不管 简软软不再挣扎 乖乖跟我去她房间冰敷 期间 她第一次叫我姐姐 我有些愣神 转过头回答 我去给你倒杯水 你的口腔里面好像破了 你需要漱口 简软软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嘴边溢出一点血迹 游游郁郁放开了我的手 我在厨房倒水 晨山剑四下无人 便悄悄摸了过来 简蔓蔓 你最近怎么把心 都放在那小剑蹄子上了 还不去讨好你简叔叔 对那个废物弄上心 有什么用 以后他家的家产 还不都是我们 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以后不会再做这种事 如果你想威胁我 我就毁掉嗓子 晨山大吃一惊 随后眼里一满愤怒和恶毒 你失心疯了 你怎么敢用这个威胁我 那小剑蹄子 给你为了什么名样 他有名字 以后不许这么叫他 还有 我想怎么做是我的事 你也不准再针对他 我头也不回出了厨房 途流晨山一个人愤怒的跺脚 但他不敢喊我 家里还有庸人在 我走上楼 见刚刚被自己血眼的房门 打开一条缝 简软软坐在床上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看见我来 他说我扬起一抹笑 谢谢姐姐 我心里的闲松了几分 他应该听见了我和陈山的对话 或许会对我敞开几分心扉了吧 我和简软软的年纪相差有些大 他还在读高二 而我已经大学毕业 成了歌手 这些天简软软和我愈发亲近 他几乎成了我的小尾巴 我走到哪他跟到哪 甚至提出 想要跟我睡在一起的想法 但我最近在逐步靠近简家的公司 我希望通过更高的平台 去调查关于丧失病毒的事 所以我很忙 每天早出晚归 如果我们睡在一起 会打咬他的睡眠 调查方面我也很遗憾 努力了许久 依旧没有丝毫消息 正当我一重莫展之际 简软软出了事 当我赶到学校的办公室时 简软软正浑身湿答答的 披着一件校服外套 瑟瑟发抖 他的头发和鞋都带着污水 眼眶通红 而旁边的男生正在安慰他 简软软一看见我来了 果断抛弃一旁的男生扑向我 但又怕自己身上的脏水 弄到我身上 只是站得离我近了些 姐姐 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子 简软软低头换了声 姐姐就不出声了 几个吊锒的女生 就站在老师面前 脸上丝毫没有做错事的愧疚 许是看见我一个人来的 甚至还有些猖狂 简软软 也还真没妈呀 有个女生口出狂言 哪怕是被老师踹了一脚 也浑然不怕 有个老师笑嘻嘻地走过来 对着我劝 你就是简软软的姐姐吧 要我说这就不是什么大事 你把她带回去换身衣服就行了 小孩子闹得玩很正常嘛 我没管老师说的话 脱下了自己的外衣 换下了一件校服外套 然后把简软软抱在怀里 简软软被我这举动下了一惊 然后听见我附在他耳边大耳语 想不想告诉他们 然叔里这群女生 对简软软的霸凌 可不是就仅仅拖筒脏水的程度 各种恶劣下流的手段 给他们用尽 简软软想求助之时 被陈山找了各种借口 推脱不告诉简叔叔 最后简软软只能承受了这两年的霸凌 导致他高考失利 连大专都没得上 在家里浑浑热热度过了一年之后 被陈山用计赶出了家门 从此颠沛流离 一直到末世来临 他才重逢了简漫漫 从那以后 恶梦开始了 我回过神来 看见怀里的简软软点了点头 我又把视线转到一旁 捡起了校服外套的男生 他便是造成简软软被校园霸凌的罪魁祸首 四中校草成魂 事情的发生很简单 摔倒了少女 扶起少女的少年 然后飞轮爆发 面对校草爱慕者们的刁难 少女无力反抗 偏偏少年知晓一切 却还是默认了霸凌 只因这样 他才可以靠近少女 做拯救少女唯一的神明 成魂也是日本po文的男主之一 只不过因为很弱 战友简软软 还没一星期就被灭掉了 我把心底的愤怒压下 沉默着走出了办公室 还没等那群出声的声音响起 我又折返了回来 只不过手里提着满满一桶脏水 加脏加臭 既然是小孩子闹着玩 那我家软软泼回去 也不要紧吧 来软软 泼他们 盯着动我来 在场人的脸色 除了简软软一下子全变了 老师也不装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可以对我的学生 做这么过分的事 我冷笑 你也知道这是过分的事啊 我妹妹就不是你的学生了 今天我还就要泼回去了 简软软上前接过水桶 出了那几个女生过去 我在后面拦着老师 却没想到 有个人堵住了简软软 成魂一脸痛心疾首 仿佛自己是什么大圣母 软软 你怎么可以对他们 做这样过分的事 你这样一点都不善良 我更喜欢善良的你 哥们 没开玩笑 乐山大夫你来做 比人家真佛做得好 我担心的看向简软软 怕他因为成魂的话语互动 但人家小姑娘眼睛都不眨一下 你算什么东西 谁要你的喜欢 给我让开 乖联你一块泼 成魂怂了 让得很快 那同水把霸凌者们 教的那叫一个透心凉 心飞扬 果冻我喧喜之狼 我简直被这么果敢无情的 简软软折服了 做得好软软 简软软扔掉空桶 指高气昂来到我身边 仿佛一个随我拆遣的守护神 我把目光放到 还在愤愤不平的老师和成魂身上 你们两个明天都不用来了 说爸带着简软软 怒过一脸错愕的两人 离开了学校 简叔叔还是很在乎 家里人的名声的 让他听说自己的女儿被欺负 不过我所料的 向学校施压开除了霸凌者们 也包括那个老师和成魂 看着简软软有初步觉醒的意识了 我很高兴 然后我把阁楼里种满了花草 换成了各种训练用的纱带和器具 还搬了一块大黑板 我指着黑板上 自尊自爱的大字对他说 软软 这是你人生里 对于性知识的第一课 现在由我来向你讲述这一切 简软软的眼里带着不解 但还是信任的看着我 后文女主觉醒行动正式开始 转眼已是四年过去 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简软软在我的陪伴和教导下 愉快度过了高中 来到了他心仪的大学 现在的他已是优秀而美艳的大学生 但未曾教过任何男友 甚至没有绯闻 这样的简软软让我感到心累 我也没闲着 在陈山的支持下 逐步掌管了简叔叔的公司 然后他俩便放心的离开去度假了 这些年 简软软和他们的关系缓和了许多 我想这离不开软软自己本身的优秀 我在忙着经营公司的同时 还分出不少资源 去国外追寻丧失病毒的信息 但依旧石沉大海 我想既然无法阻止末世 那边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在那个日子到来的前一个月 我给简软软办理了休学 把他带回了我在深山老林里建造的堡垒 简软软一开始看到这里还很惊讶 但还是相信了我说的末世 他永远毫无保留地信任我 还自告奋勇做起了巡逻队长 他的队员是一只鞭木 看着一人一狗乘日在院子里晃悠 我的心情好了很多 但变故很快发生了 陈山和简叔叔回来的航班被取消 他们只能滞留在国外的机场 本来他们就不情愿回来 要不是我威逼利诱 甚至直言要去国外绑人 他们才订了航班 现在距离丧尸爆发只有一个星期 我派去了私人飞机 却没人活着回来 我心中一凉 丧尸体现爆发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毒 袭奖了整个世界 抵抗力最弱的人 很快就因空气传播 感染了丧尸病毒 然后便对逃过一劫的幸存者 开始了厮杀 人间很快成为炼狱 存活的人们坠着关 我在堡垒里 抱着正哭泣的简软软 眼光不可置信的 一遍遍掠过陈山他们遇难的视频 但是无人机传回的画面 陈山绝望着被撕咬 嘴里发出最后的声音 是在喊简叔叔的名字 而撕咬着他的人 正是简叔叔 随后平板被简软软关闭 他红肿的双眼 对狮神的我一遍遍重复 姐姐 我们一定要活下去 我本以为我对陈山 是没什么感情的 毕竟我在原来的 世界有自己的父母 他们很爱我 但经历了这些年的相处 我发现 陈山也不过是个 对我嘴硬心软的人 无数个我因简软软 跟他争吵的夜晚 陈山总会在我入睡前 准时断来一杯温理水 喝了吧 别跟我生气 今天吼那么大声 小心嗓子哑了 我后来才知道 他之所以那么看重 简蔓蔓的嗓子 是因为简蔓蔓 曾在自己小时候的 每一个生日 都许家强成为歌手的愿望 一个母亲爱孩子的 最好方式 便是守护孩子的梦想 所以他爱我的嗓子 本质也是爱我 本来陈山也是为了 我能有更好的生活 才选择勾引简叔叔的 他一直害怕自己 有一天会失去 简叔叔的宠爱 但没想到 简叔叔是真的爱他 得知这一点后 陈山主动做起 嫌弃两母的样子 他逐渐开始爱简软软 把他也当做自己的孩子 我们一家四口的日子 不如正轨 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 可这位母亲陨落了 他死在回国 见自己孩子的路上 我偷偷蒙在被子里哭泣 咬住背脚 试图让自己不那么大声 怕吵醒睡在我身边的简软软 但没想到 他突然翻身抱住了我 他说哭吧 哭出来就好了 他会一直在的 也说我终于开始放声大哭 然后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清晨我睁开眼睛 看见简软软的脸庞 近在咫尺 我甚至能感受到 他喷洒在我脸上的呼吸 没有多想 我揉了揉心松的双眼 下床洗漱 准备做早餐 没过一会 简软软也爬了起来 我看他脸色红得不正常 忍不住问了一句 不舒服吗 怎么脸这么红 没事 简软软闪身进了卫生间 我就若有所思 他不会提前觉醒异能了吧 然后我决定往他的清汤面里 多加一个蛋 也许陈山和简叔叔的结果无法改变 但我会全力护住软软 吃饱喝足之后 我带着简软软 去熟悉这个堡垒的具体设施 这座堡垒一共三层 外围布满的各种陷阱和机关 从院门开始所使用的建筑材料 便都造价不菲 它们坚不可摧 毫不夸张 二三楼的窗户 全部用国家安保级别的 阳台也装配了各种远程武器 最高处还建造了一个瞭望台 简软软很喜欢在那里晒太阳 除了地面上的三层 地底下还有三层 分别是水人区 种植区和养殖区 我早早打通了地下水 做了一个生态循环系统 来供养农作物和牲口门 农作物不多 只是些土豆胡萝卜 啥的种植面积 小却产量巨大的 天花板装配了人造阳光板 有些耗电 但转身看到那两百台发电机 我觉得问题好像不大 牲口的活动区域在最底层 四周装备了隔音建材 保证不会有任何一声猪叫泄露 巡视完最后一个地方 我捏着鼻子跑出来 迅速把通风设施打开 养殖区很快就没了 那股令人做我的气息 不管哪辈子 我还都是第一次养猪养鸡 没想到猪的气味这么难受 简软软看我脸都绿了 给我端来一杯水 姐姐 以后这里我一个人来就好了 你还是好好歇息 我伸手揉了揉简软软的头 真是小天使啊 在这些年的高负荷工作下 本就缠落的身体 确实出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也在房子里 囤积了大量药品和补品 再保持期间养好身体是没问题的 也许是因为我改变了剧情 丧尸爆发的时间提早了许多 但我还没有在房子外 看见丧尸的痕迹 只能说这里真的是人间罕痴了 能找到这里 我也是花了很多功夫 简软软最近老是一个人在 偷偷捣不些什么 我想问却总是被他避开 连颠幕匹匹也老是不跟我亲近 往往羊圈跑 估计是牧羊犬血脉举醒了 都忙忙啊 忙点好啊 我像个孤寡老人一样 躺在瞭望台的躺椅上晒太阳 时不时打开望远镜看看 这随意一眼 还真让我看到些什么 一个步履埋山的男人 正朝这边跌跌撞撞的跑来 他的身后带着一大批丧尸 我垂死并中筋坐起 忙碍了突发情况的警铃 就往三楼阳台跑去 简软软和皮皮很快赶来 还来不及问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之前眼前一片黑压压的丧尸来袭 那男人仿佛看见了我们的建筑 直冲这边而来 发生什么事了 我把手里的女剑塞给他 自己架起了大炮 随着一声轰铃声响起 丧尸瞬间消失大半 简软软震惊看我 我自己也目瞪口呆 那大哥卖我的时候 也没说这玩意这样牛逼啊 那男人也被吓得不轻 闪身不知道躲哪去了 我和简软软手持两把消音 狙击清理着剩下的丧尸 很快便结束了战斗 我筋疲力尽地靠在简软软身上 看他却连汗都没出 看来这些年对他的特训真没败练 简软软把我送回房间 自己下楼去检查院子内外的机关 我小气一会以下楼 去见院子的银杏树下 绑着一个男人 这不就是那个 把丧尸引过来的男人吗 我气得牙痒痒 随手捡了个棍子 想往他头上招呼 然后被简软软拦住了 姐姐别动他 他不对近简软软面色凝重 好像在想一件很疑惑的事 我靠近昏迷的男人 稀奇看了几眼 男人却突然醒来 他先咳了几声 然后抬起头 露出一张凶神恶煞的脸 是你们救了我吗 我一脸猛逼的 戳了戳旁边的简软软 这咋回事 我是在院外的不兽家里发现他的 当时他已经昏迷了 可却没受一点伤 我心里一惊 这么快就有医能者了吗 郑玉再问就被打断了 嘿嘿 既然你们救了我 我可以考虑把你们带回去 做我的第三十三个小妾 现在还不快 把我松开 简软软眉头紧锁 我甚至能从他身上 看到迸发的火焰 等一下 这好像是真的火焰 软软你 简软软看我站远了些 很快便消了火 语气里带了些心虚 对不起姐姐 其实我很早就觉醒异能了 但我现在还不能很好的控制 怕伤到你 这几天才躲着你的 简软软越说越委屈巴巴 反倒是树上绑着的男人 眼睛发亮 你也觉醒了异能 那感情好啊 你可以坐我的大房 坐我拿下隔壁那块地盘 我就让你姐姐升到二房 这可是你们的荣幸 现在快点给我松开 苦心男的话并没有说完 因为简软软已经忍无可忍 给他来了一下子 但那束火焰 被男人身上突然出现的 黑色护盾弹开了 简软软下意识护住我 那火焰竟直直在草地上 砸出一个大坑 那男人看见简软软的攻击 对他毫无作用 猖狂了起来 简软软却一脸淡然 果然是这样 怪不得你能从那么多丧尸的 手底下逃走 这熟悉的黑色护盾 我看了有一丝眼熟 随后猛然想起 这好像就是袁书里 和女主姐姐勾结 占有女主的第一个异能者 雷冲 他的异能是随时会弹出的 黑色护盾 能保证他不受到任何伤害 相当于无敌的金钟罩了 他就自己觉醒了 这样的异能后 雷冲兴奋极了 只因他本就是 这样的一身肌肉 横行霸道的流氓 任何攻击都奈何不了他 但这玩意 最后是被下毒毒死的 没错 弹度拉满 智商低下 每人递过来的红酒 他想也不想去咽了 隔屁的时候 气跳流血 可惨了 面对这么个棘手角色 我还在思考着 怎么把他收拾一顿揪出去 就见简软软动了 既然任何伤害都奈何不了你 那就把你变成普通人吧 简软软的语气 是我没见过的冷漠 我知道 他起了杀意 说什么屁话 你怎么可能有那种能力 稍抓老子 雷冲丝毫不服气 嘴里还再不甘不尽的骂着 简软软皱着眉 从手心聚集了一团 白飘飘的雾气 摞到了雷冲身上 顷刻间 雷冲的脸色变了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里 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 你做了什么 雷冲咬牙切齿 冲着简软软吼叫着 恨不得把他撕碎 但简软软丝毫没搭理他 只是闭眼深呼吸了几下 随后走到了雷冲面前 解开了他的绳子 虽然不知道简软软要干嘛 但我知道 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所以没有离开 正拖了束缚的雷冲站起身 迅速想给简软软几拳 但却被他所熟悉的东西 弹开了机密远 是刚刚还在他身上的黑色护盾 最后却为了保护别人 而弹开了他 雷冲吐出一口淤血 眼里满是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 随后他将仇恨的眼光看向我 但还没等他有所动作 就已经被简软软聚成的火焰 逼退到了围墙外 我倒要看看 没了异能的 你要怎么活下去 简软软的眼里满是亲密 看着雷冲不甘心地离开后 他又看向我 全然没了刚刚的霸气和轻蔑 变得委屈又有些心虚 姐姐 别怪我不告诉你 我怕我控制不住 伤害你才瞒你的 简软软声音越说越小 而我上前揉了他脑袋 啥软软 我怎么可能会怪你 比起这些 我更怕你会伤到自己 让我看看手 我拿过他的手 看见手掌上果然有烫伤 简软软看我皱了眉头 连忙摇头 一点都不疼的 姐姐我不疼的 我默不作声 带他进门上药 动作放得十分轻柔 上完药材好好跟他讲话 你觉醒了 用火和抢夺 还有吸收伤害 转化能量的异能 对吗 简软软有些惊讶 姐姐怎么知道的 简软的能力我都看见了 简软软心想我自然知道 他就是想不明白 我为什么还会知道 他能把受到的伤害 转化为自己能量这件事 我有些悲伤的看他 简软软不仅能转化能量 他还能把能量 转到别人身上 如此绝佳的体质 那些坏人们 当然不会放过 这个异能 就是简软软在原书里 会惨受折磨的原因 那些所谓的男种的 凌虐他 攻击他 逼他把转化的能量 输入自己体内 这就是他们强大无比的原因 拥有一个力量炉顶 还是个任他们掌握的兔丝花 我轻轻揉捏 简软软的另一只手 心平气和的 跟他讲了剧情的事 只不过用做梦梦道的说辞 简软软认真听着 表情越来越难看 说到他最后的结局 简软软开口 只问了一句话 姐姐最后去哪里了 我的心脏对触动 听到自己的结局这么凄惨 他的心里想的 居然还是姐姐的安危吗 可那个姐姐 他压根不值得简软软去想 看我表情有些凝重 简软软忙解释 我不是说你说的那个简蔓蔓 我问的是你 姐姐你 最后在哪里了 简软软有些慌乱 还有点着急 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我不知道 我不在这 所以姐姐你 从来就不是我这个世界的人吗 我没发现 简软软的洞察力 已经这么细致 当他说出这句话时 我有一瞬的愣神 然后我就没办法圆回去了 我只能说实话 是 简软软突然抱紧我 眼泪说来就来 姐姐 你别离开我好吗 我只有你了 简软软的情绪 爆发的十分凑不及防 我下意识便回报住了他 刚刚在雷冲面前 还坚强勇敢着的简软软 在我面前 好像突然变成了没有安全感 还爱哭的小女孩 怀里的人一边抽气抖动了肩膀 一边死死抱我 好像稍微松手我就会离开 到他再也找不到的地方去 不会的 我不会离开的 我轻轻拍着简软软的后背 耐心的哄着他 到了最后 便是在他一声声试探着 叫姐姐的问句下 是我有问必答的我在 我们刚刚经历了 末世里的第一次危机 像两只初初的小兽 紧紧依偎在一起取暖 不知过了多久 昏昏欲睡的 我被抱到了床上 突然感觉额头一暖 好像有人落下一吻 那人躺在我身边 把我拥入怀中 随后耳边传来轻声的呢喃 晚安姐姐 简软软变得越来越凉我了 比之前还在点渣的时候 跟得更紧 他还更爱跟我有肢体接触 每天缠着我要早晚安稳 甚至煎出一个完整的荷包蛋 都会缠着我要亲亲 还要问我他棒不棒 我很能理解他这种缺失安全感 所以对我过分依赖的表现 简软软也只是个小女孩罢了 每次将唇蛋离开 简软软的脸颊或额头时 我都能看见 他眼里明晃晃的开心 受这样活泼明朗的情绪影响 本还沉浸在失去亲人悲伤中的我 很快便走了出来 我和简软软平静的 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算算时间 剧情好像已经过去了大半 正当我以为 不会再有什么节外生枝的时候 有一个人悄然上门了 他带着不可一世的气场 出现在小院门口 简软软最先见到了他 你是谁 当我赶到的时候 简软软已经发问了 门外人看我们只是两个小姑娘 一脸不屑 就是你夺了雷冲的异能对吧 所以你是来为他报仇的 简软软皱紧了眉头 后来寻仇的 他没死在路上 倒是回来之后 因为失去了异能对自己庇护的女人们 联手杀了 这样的下场 也算雷冲最有应得 简软软稍微收敛了杀意 吸了火焰 那你来这干嘛 男人的眼睛死死冰的简软软 似是稳操胜券 我当然是为你而来的 雷冲回去的第一件事 就是大肆宣扬了这里的位置 他说这里有一个同时 觉醒了两种异能的女人 现在有无数异能者 已经盯上你的抢夺能力了 你只能跟我走 只有我能护着你 说吧 男人想使用自己的睡衣能力 他想着 哪怕简软软不同意 自己也能凭借 亦能把他带走 但男人最后连院门也没能进来 他一头撞在了院墙上 怎么会 看到这次场景 我立马想起了这人的身份 钟承远 原书里唯一一个 会对女主温柔以待 甜言蜜语的男主之一 但这并不妨碍 他得知女主能转换力量后 马上开始折磨虐待 这样弱小的男主 能活着加入其他强大的男主 是我没想到的 再看钟承远 温润如玉 轻松继续的长相 我若有所思 谁会拒绝一个 长得不错的弱小跑腿呢 这边钟承远还在捂着脑袋 那边简软软已经摆好战斗姿势了 这里所有的设施 都用了特殊建材 你的瞬移在这里没有用 我不会跟你走 你最好自己离开 不然我不介意 把你像雷冲那样送走 钟承远看见 软软没有丝毫 对他迷惑的样子 只能暗骂一句 准备离开 却被其他人拦住了去路 挡住他的是一个浑身上下 充满霸总气质的男人 一看就知道 他肯定在末世爆发前身价不菲 要不是我知道那男人是谁 差点就要坐着两人的身高差刻起来了 据我所知 原剧情小说里 这样霸总的男主 大概就只有立身一人了 他觉醒的异能也很逆天 是控制金属 钟承远现在还没逃跑 应该是因为被立身控制住了 毕竟他曾出过车祸 往小腿里植入了一块金属 用以正常生活 骨能离得远 也听不清他俩具体说了什么 只见立身勾了下唇 随后饶有兴致的看向杰卵 立身分出了句什么 钟承远便立马顺移离开了 现在站在院门口的人 换成了立身 他抬手示了一下 果然控制不了我 换过材质的大门 许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立身你没看我 眼里却闪过一抹惊艳 强大的清纯妹妹 和弱小的美艳姐姐吗 有意思 立身的点瓶很猥琐 一下子激起了 捷婉婉的怒火 不许你记忆我姐姐 还没等他回神 一束火焰猝不及防 冲立身面门飞去 又被他迅速控制飞来的金属 形成护盾挡住 但火焰竟没有消失 反而一直将立身控制的金属 融化后才不甘熄灭 我不知道 捷婉婉的火焰异能 已经强大到这个地步了 忍不住点赞 你厉害我给你大母哥 门外的霸总 仿佛忍耐到了极限 女人 这玩意比我昨晚上炸的猪油还有 霸总都这么迷之自信 捷婉婉不想多跟他废话 直接走上前打开了大门 正当立身以为捷婉婉听了他的话时 又是一发火球飞来 我们好好打一架吧 我真的忍不住了你了 立身迅速避开 正当他想抬手控制更多的金属飞来时 捷婉婉已经攻了上来 两个人打得难舍难分 我有些担心的守在楼下 没成想被人钻了空子 是刚刚离开的钟晨员 他又回来了 我大意了 我没有闪 此时他正持着一把长刀架在我脖梗上 简软卵一下子慌了神 放开他 有什么冲我来 立身也走进院子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我早说了 乖乖听话 对你我都好 现在你们都跟我走 放心 我不会亏待任何对我有用处的女人的 不信 立身刚想把手搭在简软卵肩上 就被一拳砸倒 简软卵终于能进了立身的身 抢夺一能瞬间发动 很快立身就失了力气 钟晨员 杀了他 立身话音刚落 钟晨员手上使力 我吓得闭上眼睛 妈妈 我好像要记了 随着一声惨叫 预计的疼痛并没有出现 我睁开眼睛 钟晨员已经飞了出去 而弹飞他的 更是我身上的黑色护盾 怎么回事 他什么时候把护盾转移给了我 躺在地上的两人跟我一样震惊 简软卵短暂调整 呼吸过后就有样学样控制起了金属 是的 钟晨员腿上的 他惨叫着被拖过来 简软卵散发的力量 正控制着他腿里的金属 将他移动 随后 钟晨员的脸上 便被附上一团白色烟雾 现在他俩都变成普通人了 还要眼睁睁看着简软卵 把顺移的能力转移到我身上 姐姐 有了这个异能你就能离开危险的地方了 简软卵专心看我 连一个眼神也没分给地上的人 立身气得磨牙 咯咯作响 该死的 你居然还有转移异能的能力 一旁的钟晨员已经痛得昏死过去 立身还有力气站起来 今天我就教教你 服气两个字该怎么写 见简软卵应战 立身又露出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别太猖狂 隐人 你注定被我俘获 这哥们又开始了 真没人管管他吗 立身这个人 我在末世之前有所耳闻 听说也是健身房的常客 但我丝毫不担心 因为还没出五个回合立身 就趴下 他不可一世的霸总气势被打散 脸面被按在地上挪擦 这怎么可能 霸总许是第一次受这种挫败 语气和眼神力满是不可置信 我坐在大型遮阳散下的小桌子上喝茶 脚边是宛如一坨死屋的忠诚员 简软软在一旁给花骨胶水的水龙头下 洗了手才过来 姐姐 我棒不棒 能给一个亲亲吗 我毫不客气的 在简软软脸颊上亲了一下 眼看对无视的立身 脸色越来越沉 我输了 我承认你有种 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文言我们两人都笑出声了 立身不明所以 你不会以为你真能离开这里吧 立身 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 让你以为自己在这里大放厥词 被打败后还能全身而退 这回是我开了口 立身意识到了 我也有不简单的地方 语气变得不那么理智气壮了 我可以留下吗 他应该也知道 失去了异能的自己回去 只会落得跟雷冲一样的下场 让你们一个个的天天不干人事 我把立身带到了地下 两只驱 随手给他收拾了一个小窝 你以后就住这 这些牲畜就交给你喂食了 可别忘了你的任务 不然下次就轮到对位了 身上的西装有些狼狈 也阻挡不了立身从内而外的霸总气质 但他现在拎了两只铁桶 里面装满了饲料 大有一种霸道总裁回老家喂猪的感觉 我爱叹 立身没办法有怨言 只得任命 我想到钟晨远大学好像学的农业 于是在他苏醒后 把他安排到了重地区 出乎意料 钟晨远接受的速度远比立身要快 他似是因为我们没要了他的命而感恩戴德 醒过来后的眼神都变得更清澈了些 像某个知名训狗博主曾做过的事 一铁敲下去 从此忠心耿耿 不过我和简软软都表示 有沙盘的时间不如多捡两个鸡蛋 皮皮剑堡垒里又多了两个人 还是地位比自己低的 一天天的神奇的不得了 连最爱去的羊圈也不带了 天天就守着看立身忙活 俨然依附看守者的样子 立身和钟晨远也不是没想过 在吃食里下毒的事 东西是早上送来的 他们两个人 是中午被简软软按在地上 往嘴里硬塞那些东西的 从那以后 他们就再也没有生过别的心思 虽然居住环境差了些 但都缺食物和水 还不用担心其他人或丧失的袭击 这里无疑是他们这种 失去异能的人的最佳安身之所 但好景不长 这座处于僻静之处的堡垒 注定要被打破瓶颈 有异能者组成了一支武装小队 来到了这里 小队足足有十个人 每个人都伸手不凡 异能强大 估计是那天钟晨远的通风暴行 让他们起了警惕之心 甚至不惜暂时放下成见 组成小队来抓捡软软 我是不想捡软软劳身伤身的 毕竟他们人多 谁知道会不会耍音招 其实我把立生和钟晨远推了出去 两人一出门就开始害怕 早已没了心前那样猖狂的样子 想要费尽口舌说服小队 但当看见一道风刃 毫不留情的劈来时 他们知道自己是白费口舌了 钟晨远反应比较快 他扑倒了立生 躲过了攻击 在我和捡软软的默许下 他们互相搀扶着逃回了堡垒 用风刃的那个我认识 也是男主之一 眼前的十个人各个自信满满 以为今天就能把我们都抓走 除了一个人 他与其他人都格格不入 好像是被胁迫着来的 我妄想正在互动 筋骨的结软软 免不了一声叹息 又是一场硬仗 最后这十个人的小队 只活在来三个人 结软软挨的是了几遍抢夺来的异能 把副作用最小 安全性最大的几个转移给了我 剩下的三个人 有一个是男主之一 和一个小喽啰 还有一个我没见过 他一来就觉得此战必输 一直在划水 三个人此时色色发抖的样子 让立生和钟晨远 都差点笑出声来 都叫你们别打了 压根打不过的 现在还要被暴打一顿 见不见啊 钟晨远嘲讽拉满 同时还不忘给我和 剪软软地上两杯水 剪软软又接过立生 拿来的湿毛巾 淡然擦了擦脸颊上的血迹 转头对我甜蜜又可爱的笑 姐姐 我厉不厉害 要亲亲 真拿你没办法 两人对于我们这种 相亲相爱的场面 已经见怪不怪 反倒是地上还活着的 三人瞪大了眼睛 我怎么会被女人打败 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巧 我都说这样行不通的 瞧瞧 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不得不说 霸总的决策力还是不错的 立生当即安排好了 三人的职位 钟晨远也不甘示弱 好好警告了几人好多遍 不要整腰蛾子 本该是祥和的场景 我却发现 剪软软有些不对劲 他通红的脸 似是极力按捺着什么 我敷衍了他们几句 把剪软软带回了房间 你怎么了 还好吧 软软 剪软软话都说不清楚了 一边喘着气 一边流汗 我伸手烫得探他的体温 发现他烫得不正常 想带他去浴室降温 却被反握住了手 姐姐 我好难受 帮帮我 这副样子怎么有点不对劲 我拼命回想着今天的细节 恍然大悟 他抢夺的有一个异能 是必须服役双修才能发动的 那人是个花花公子 睡过的次数越多 妈的下次搞这种异能 能不能复个技能解说 我上哪去找男人 房门突然被敲响了 是钟晨远的声音 你俩怎么了 需要帮忙 滚 听到我的吼声 钟晨远立马跑掉了 生怕我像之前亮不爽 就把他抱揍一顿 我们所住的房间楼层 他们平时都上不来 今天估计是实在担心 简软软才来的 房内的简软软眼巴巴看着我 眼睛中勤满了水雾 眼神在我身上游走 这谁看了不说一句 这女人竟这样该死的甜美 姐姐我好难受 简软软滚烫的身体又贴了过来 把我烫得心里一惊 随后便被扑倒 简软软的脸在我身上乱蹭 手则四处点火 我被他这样撩锅的有些受不了 简软软的唇饭贴过来时 我没躲开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迷迷呼呼晕过去之前 是简软软挂着汗珠的病角 和意乱情迷的脸 姐姐 再来一次好不好 我张了张嘴 还未发出声音 便被堵住了 美色雾人啊 我好像做了场梦 我在自己所熟悉的房间醒来 眼下挂着两个黑眼圈 是昨晚熬夜看破文的后果 坐起身挠挠头 正发着呆 我妈的声音在楼下响起 慢慢 起床 吃饭 只是我轻车熟路去了卫生间洗漱 下楼便看到 我爸在客厅看新闻联播 而我妈正端上一道小甜菜 今天的早餐 是我所熟悉的皮蛋瘦肉粥 可这碗的味道有点不一样了 妈 今天的粥怎么味道变了 我妈我碗里加上一个荷包蛋 说什么呢 我一直是这么做的呀 你快点吃 吃完去上班 文言我没有多想 匆匆扒拉完就赶紧出了门 走出家门 便扬高照 我打起遮阳伞 准备去坐地铁 今天的二号线依旧爆满 我握住福干 低头看手机 突然敌尖传来一阵熟悉的香味 我情不自禁抬头 看到一个身影走出地铁 被人穿着素白色的长裙 手里抱着一棚一金香 那一瞬间 我的耳边好像响起了一首 很有负命感的歌 等等 地铁门被关闭 被人似乎也听见了我的声音 转过身来 我终于看到了她的脸 是亮美丽 熟悉 但很陌生 我是不是跟她见过 我好像知道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是 简软软 我猛的惊醒 将我拥入怀里的人也醒了 她抱得更紧一些 姐姐 做梦了吗 我没事 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 简软软见 我在思考 静止去了卫生间洗漱 这梦是怎么一回事 不对 我好像被睡了 望向自己身上 遍布着的暧昧痕迹 我心情十分复杂 跟Paul文女主 搞纯爱这件事 是被允许的吗 埋头乱想之际 突然想起来 昨天小队里 那个被挟破来的人 简软软出来 实践我不在房间 有些失落 我来到了地下室 在立身的陪同下 见到了那个人 七一号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她也是少见的 觉醒了两种异能的人 飞行和预知未来 所以她才会再见到 简软软之后 露出那样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她知道自己赢不了 就只是向征兴做了的样子 没想到 还是被沙红眼的 简软软拽下来暴揍了 幸好七一号 也算是个正常人 虽然失去了预知能力 但她好像早就知道 我会来找她 我就知道你会来 她把我的能力给了你 对吧 我让立身离开 自己面对眼前 这个端坐着的人 那么请问简小姐 你在梦里看见了什么 直接让我认为 七一号不是坏人 事实上改变了剧情之后 很多事情的走向 我已经预料不到了 我现在能做的 只有相信她 七一号听完了我讲述的梦 平静的脸上 依旧没什么波动 这场默示是可以结束的 只要你们找到异能的源头 毁掉它 默示就会结束 你也可以回去 对上七一号 毫无波澜的双眼 她估计早就知道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我凭什么相信你 凭默示的出现 全是异能源头的杰作 她创造默示 在随机赋予人们强大的力量 一个完美的 毫无规则的乱世乐园 因为她早就没了预知能力 那双眸子好像还是拥有 可以把我看穿的错觉 我又想起来昨晚做的梦 我在自己的世界遇见了减软软 也就是说 一切结束之后 我还能见到她的对吧 好 我们联手 七一号的脸上 终于浮现出一次表情 她笑着 合作愉快 简小姐 我把七一号跟我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减软软 但特意隐瞒了 自己会回到原本世界的事 减软软没说话 她真正看了我好一会 才把我紧紧抱进怀里 我都听姐姐的 我们都好像忘记了那晚 变得忙碌起来 随后跟其他人商量了这件事 出乎意料的是 大家都答应了 如你们所见 我本有万贯家财 但钱这种东西 在漠世有什么用 我还失去了所有的家人朋友 比起在漠世里强大 我更想回到之前的生活 忠诚远见立身都这样说了 也开始吐露心声 漠世之中危机重重 我们一边要提防丧尸 一边要小心同类 这样的生活太累太黑暗了 如果有结束这一切的方法 我一定要试一试 剩下的人也是男主之一宋明 能力跟简软软正好相反 是控水的 两人正好互补 他重重叹了口气 我能理解你们 但我比较幸运 我的家人并没有离去 他们还在幸存者基地里 如果可以 我再也不想 看他们每日担惊受怕了 我们一行人达成了共识 决定即刻出发 因为此行凶险 PT被我们留在了堡垒 还有一个人实在是太虚弱了 也就够守着狗守着堡垒的 所以被我们留下 剩下的六个人全部出发 重获了飞行能力的七一号 负责带路 立身拿回了控制金属的异能 负责建造临时小基地 宗臣远则探索周围区域 寻找水源 试明因为能控水 对水源所在地比较敏感 所以和宗臣远相互配合 这一路上 不乏有很多心怀富贵的异能者 他们也听说了简软软的能力 老是来打扰我们 这时候我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等起各个异能者的异能 和简软软配合战胜他们 我们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才到达的 只知道当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之时 七一号的声音突然激动的响起 我们到了 找到了 每个人都十分兴奋 互相搀扶着往七一号的方向走去 经过了一路的冒险 我们早已成为彼此欣赏的伙伴 男主们不再是漠视乐园里 对操控的机器 终于有了自己的思想 他们认真反思了 自己之前对简软软的出言不逊 并郑重向我们道歉 我很高兴 好像改变了所有人的悲惨结局 原书的这种小说剧情 压根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我更爱看人民大团结 大家一起努力改变世界 没有辞进和勾心斗角 但当看见七一号时 他正站在原地若有所思 他面前是一棵巨大的参天大树 只不过浑身充满了诡异的气息 附近还有数不清的丧尸 愣着干什么 赶紧进去呀 算明指着那处树洞 上前抓住七一号的手腕 将他扯了进去 我们紧随其后 也跟进树洞 奇怪的是 丧尸在我们进去后就不追了 反倒在外围成一圈 惊悚得很 我们顺着弯弯绕绕的道路 深入树洞 直至在一个发光的核心前停下 核心闪着红色的光 一颤一颤的 好像人类的心脏一样跳动 这是什么东西 立身不明所以 想靠近 却被未知的能量场弹开 幸好被眼疾手快的宋灵接住 这就是末世的源头 异能的源头 七一号从刚才开始 就一直正正的 他的眼神不住往简软软看 我们需要毁掉他对吧 简软软上前 想用异能 却被七一号一把拦下 不是 是替代 最后两个字被他压的声音极小 我没听见 什么 是替代 简软软的声音响起 在场人除了他俩都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七一号长出一口气 没错 是替代 我们需要一个有抢夺异能的人 夺取这棵树的能量核心 然后变成新一代的人头树 只有替代它 才能让世界恢复正常 你之前明明不是这样说的 没等他话说完 我上前揪他一领子 然后被简软软抱住 这里拥有抢夺异能的人 只有他一个 你这样不就是叫他来这里送死吗 七一号低下头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其他人也都沉默着 只有简软软抱紧我 哄着我 没事的姐姐 我不会死 如果只有这个办法能救大家 那我愿 不可以 不能是你 我捂住简软软的嘴 问其他人 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对吧 那不接晃个人啊 难道这世上 就他一个拥有抢夺异能吗 为什么非要是我的软软 为什么一定要是他 难道这世界所有的悲惨 都属于这个女主角吗 没时间了 七一号突然来了 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什么我们没时间了 只要我们找到别人来替他 不就好了吗 立身疑惑出声 七一号抬头看我 眼神严肃 我说的是你 你快要没时间了 你原本世界的身体还在沉睡 如果再不回去 你就再也离不开这里了 其他三个人门言 立马惊讶的看我 你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简软软最后深深吻了我的额头 然后毫不留情的 把我甩到七一号怀里 自己一个人去冲 那层保护力量核心的护盾 其他人见状也立马跟上 使出浑身解数去攻击护盾 我在刚刚那瞬间 被移走所有异能 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压根正突不开启一号的质骨 软软 你别这样 你不能这样 我撕心裂肺的哭喊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 公开那层护盾 护盾破碎那瞬间 有一阵超强的冲击波袭来 七一号把我护在身下 我们一起被波动弹飞了 睁开眼时 所有人都躺在地上 简软软将手靠近核心 转头眼角含泪冲我笑了一下 姐姐 我爱你 随后一团雾气覆盖整个核心 几乎淹没了这里 简软软的身影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颗迅速生长的新的树苗 立生和钟晨远 趁机把我带出了树洞 此时外面已经没了丧失的影子 新生的大树 很快从旧树的身体里挣脱而出 生长得更大更快 随着银杏叶在一瞬间 散发出的耀眼光辉 天地之间的混沌 好像被倾散 人眼前一片清明 我的能力不见了 7号先出了声 其他人很快检查 发现自己的异能也消失了 不知道是谁的电话铃声响起 立生接起 本寒纳闷的表情 一下变得激动 喂 妈 我 我在外头呢 嗯 嗯 我马上回去 立生的眼眶红了 其他人也马上接过他的手机 给家里人打电话 每个人都落了泪 我却只想着软软 他在自己的最后时刻说爱我 我很想回他的 我想说 我也爱他 在这段时光里对他的爱护 看着他成长 我早已把他放在了心里 我现在只想再见到他 我想上前抚摸大树 却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 我急急忙忙去抓7号的手 其他人见到我飘起来 也过来抓我 不行 我还不能走 我还要救他 7号将我拉近 往我手里塞了一片银杏叶 他在用最后的力量把你送回去 你该走了 回到自己的世界去 其他人放开了抓住我的手 只有我自己还死死拽住7号不放 我不能走 我要把软软救回来 7号对上我带着泪水的眼睛 语气笃定 你们会再见面的 我保证 7号不会骗我 我心里挣扎了许久 最后放开了手 四个人看着我 缓缓朝天空飘去 眼眶通红 我好像在这世界 看见了许多东西 我看见丧尸们都恢复了正常 回到家寻找亲人 我看见横行霸道的异能者们 失去了异能 被自己压迫已久的正义群众们 就地正法 我看见人间的秩序再重建 再次变得美好起来 我看见一路跟我并肩作战的伙伴 找到了自己重要的人 他们一致望向天空 感谢着我和软软 我看见堡垒里对我们留下的皮皮 皮皮有些闷闷不乐 突然他好似看见了我的身影 冲出房子奔跑着 他冲着我的方向拼命奔跑 却怎么也追不到我 最终只能乌液着看我飘走 我不知道自己飘了多久 在光着镜头里 我看见了软软 他对我笑了一下 捧着漂亮的粉色玉金香 转身离开 我伸出手想去抓住他 身体却猛的下沉 再然后我睁开了眼睛 慢慢 你醒了 我在家人们哭喊着叫医生的空隙里 打开了最后想去抓软软的手掌 里面躺了一片还新鲜的银杏叶 喂 一个很普通的早晨 我照里吃完我妈煮的完美皮蛋瘦肉粥 准备做地体去上班 我说慢慢啊 你都25了 怎么还不知道去找个男朋友回来 再不记去找个女朋友也行啊 只要能有人跟你互相照顾就够了 我们都这么开明了 你总不能是双面子粘锅吧 嗯嗯 好好好 我敷衍完我妈 赶紧拿包逃离了家里 自从上回我半夜看破文 结果差点猝死之后 我妈就经常催着我 抓紧谈的恋爱找人照顾 她总觉得我这样 要是哪一天死家里了 都没人发现 咋的 被发现能复活呀 我闷闷不乐着 低头进了地铁车厢 这二号线就没一天是不挤的呗 我叹了口气 想掏出手机 却不小心把兜里的银杏叶碰着了 赶紧低头去捡 站起身的瞬间 我好像闻到了十分熟悉的香味 心脏不知为何莫名俱立跳动起来 我看见一个身影走出了地铁门 没有丝毫犹豫 我一反常态的冲了出去 你好 我们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我气喘吁吁追上那人 嘴里的话 却在人转身之后噎住了 眼前人捧了一束粉色欲金香 露出我熟悉的脸 她对我笑着 见过 姐姐 好久不见